王阳明曾说 人间道场 与泥生怜 世间磨难 皆是底力切磋 我也生活是道场 苦难是修行 行走于世 每个人都有困恶的时候 也会遭遇数不清的烂人破事 有的人抱怨连连 结果就此消沉 沦为庸人 有的人错越勇 在苦难中磨练自己 忠诚大气 正所谓 经是常志 立是成人 世间万事 凡是磨你的 都是来度你的 厄运 磨练你的心态 心理学大师弗兰克尔曾说 任何人 在任何地方 都会遇到厄运 身体遭逢大病 事业受到冲击 家庭发生不幸 当命运的暴风雨袭来 很多人都会被劈头盖脸的击倒在地 自此一蹶不振 我们虽然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 却能够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 面对厄运的侵袭 当你练就一个好心态 学会自我疗愈 自然就能安然度过 王阳明最小被誉为神童 能写诗会作词 当时的文坛领袖李孟阳 见他之后 直呼有状怨之姿 可当他意气风发地参加会试时 却不幸落榜 颇感难堪的他 当即离开京城 夺到老家浙江的一处深山之中静修 不料 三年之后 王阳明再次落榜 很多人都嘲讽他狂妄自大 徒有虚名 可王阳明这次却相当淡定 是皆以不地为耻 我以不地动心为耻 面对科举的不顺与外界的质疑 王阳明的内心逐渐变得平和 数年后 他终于考中近视 谁知 仕途还未开始 他就因为得罪了宦官留景 被贬到贵州农场 当时的农场 处在万山丛吉之中 仗气弥漫 驿站残破不堪 不少贬折之人在农场 熬不过半年就会抑郁病死 虽遭遇困境 王阳明并未就此颓废消沉 他找到一处山洞其身 白天开荒种菜 晚上打坐独经 回想这些年来 截二连三的不幸遭遇 王阳明却自我宽慰道 目见惶惶 心向明日章 虽然放眼所见一片狼藉 但只要心向阳光 仍旧前途可期 果然三年之后 王阳明一夜悟倒 心学大成 正是凭借这种乐观的心态 王阳明逆天改命 立地成圣 倪平曾在姥姥语录中说 自己不倒 啥都能过去 自己倒了 谁也扶不起你面对生命中的种种挫折 只有屏蔽掉消极情绪 才会击不倒 打不垮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厄运产生的至暗时刻 别因一时坎坷 就逃避畏缩 别因一时失败 便低头认输 磨练出心理任性 保持弹性心态 才能修一颗强大的内心 实现自我救赎 破事 锻炼你的能力 公元1511年 王阳明从农场议程调任庐陵县令 刚到任 看到不少积攒的案件 他就迅速按着卷宗开始断案 不成想一天清晨 他的府邸突然被许多百姓团团围住 他们嘲讽王阳明是非不分 瞎了眼 明明尽心尽力办公 王阳明却遭到了百姓们的一顿唾骂 直到打听到缘由 他才知道 原来当地有个退休太监 到处欺压百姓 还买通官吏 所以先前所留的卷宗 很多都是在颠倒黑白 王阳明犀利糊涂的断案 反倒是冤枉不少好人 此后 不论大小案件 王阳明都亲自跑现场 仔细调查 不到半年 他便妥善处理了很多案件 得到了百姓们的包扬 王阳明曾说 人须在是上魔 很多时候 你所经历的破事 都将是对自我能力的一次锻炼 晚清众臣曾国藩 奉命创办团练的时候 入驻长沙城 生性耿直的他 对腐败的长沙官场颇为不满 于是 他开设审案局 用重刑整治官吏 长沙上下官员一片哀嚎 称他为曾剃头 结果他的铁腕手段 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原本为团链提供银两的香绳 纷纷退资 导致团链军费不足 几近解散 他的府邸中 时不时就会收到威胁信件 扬言要伤害他的家人 就在曾国藩焦头烂额之际 太平军袭来 不到一天 就打得团链丢亏卸甲 长沙官员见状 纷纷指责曾国藩刚愎自用 多行不义 曾国藩羞愧难当 当场跳江自杀 幸亏复首相救 才捡回一条性命 他痛定思痛 此后跟各路官员打交道 开始变得张弛有度 适时的宽容与恩典 让他得到了众多官员的拥护 正是曾国藩处事能力的大幅提升 才使得乡军不断壮大实力 变得战无不胜 正如杨将先生所说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 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 不同程度的效益 好比香料 搞得愈碎 磨得越细 香得愈浓烈 生活总来不是容易的 一个人想要有所长进 就必须历经世事的锻炼 请记住 真金不怕炼火炼 能人不怕破释磨 当你经过了那些糟心事的洗礼 在摸爬滚打中锤炼出真本事 你的机遇也会随之而来 恶人 成就你的格局 误度孤儿里说 这世界上从不缺少伤害你的人 你若时时刻刻把这些恶人记在心中 最终就会受到怨恨的反噬 汗出名尘假意 深受汉文帝的喜爱 两人时常坐席对谈 很多大臣嫉妒他 就三番五次进谗言污蔑他 假意得之后 忍不下这口气 便在朝堂上公开辱骂他们 这让众大臣火冒三丈 汉文帝未凭重怒 只好将他扁到偏远的长沙 可假意却始终对此耿耿于怀 最终不过三十二岁 便抑郁而死 只因忍不下奸人的几句谗言 假意便断送了大好前程 很认可王尔德的一句话 为了自己 我必须饶恕一些人 面对那些伤害你的人 预期跟他们耗费精力 不如学会宽恕 给自己解脱 公元1519年 明王在豪州造反 哪曾想王阳明只用了四十三天 就平定这场叛乱 立下了汉马功劳 可他却因此招致奸臣的嫉妒 宠臣张勇捏造罪名陷害他 说他勾结宁王 见事不成 才平叛以求自保 明武宗听后大怒 决心要治王阳明的罪 王阳明出生入死 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封赏 反而受到了小人恶意重伤 换了旁人 早就大发雷霆 要为自己讨个公道 就连手下将领们听到消息后 也各个一份填膺 表示要对不公堂 王阳明却并没有计较 他知道张勇深受皇帝宠信 倘若自己意气用事 只能招来灾祸 于是他主动上书 将自己的功劳让给张勇 顺利平息了事件 王阳明也因此得以告老归乡 安静地传到寿夜 祝书丽说 明阳四海 白颜松曾说 打败一只狗并不光荣 但被狗咬到一口却很倒霉 与猎人纠缠 受伤的永远是你自己 真正聪明的人 都无视对手的挑衅 他强任他强 清风拂山岗 他横由他横 明月照大江 你总要明白 容得下烂人的嚣张 才能卫大自己的格局 成就自己的人生 王阳明曾这样形容过自己的处境 危战断我前 猛虎为我后 倒崖落我左 绝和领我又苛举的失败 仕途的贬折 百姓的唾骂 奸臣的刁难 一连串的磨难 如雨点般向他打来 但王阳明却把他们当作命运的洗礼 不断锤炼自身 最终成为圣人 在崎岖坎坷的人生之路上 我们也该如王阳明那般 面对破事 与其抱怨 不如积极应对 锤炼自身能力 遭遇烂人 学会退让包容 让一个大格局 活出自在坦然 请相信 凡是模拟的东西 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